文佛音 见佛法 下面一个心字 代表让自己心平 是心的休息 所以身体不做任何事 心里不想任何事 才是真休息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 休息也是休息 接下来小编整理了一些 南淮金老师对于休息所做出的开始 我们一起来听 念休息 放下 一切都要放 大休息 祖师们常常都叫大家放下 谁能真正放下大休息 《冷言经》上佛说两句话 狂心遁歇 歇即菩提 我们把一切妄想 烦恼 善恶 是非通通放下的时候 你就证到了 这八个字中文的翻译很高明 狂心遁歇 一下都放下 歇即菩提就到家了 也明白了 可是我们做不到 所以密宗里红教有个禅定休息法 等于禅宗一句话放下 念休息 这可不是光睡觉 而是万元放下 实际上真得休息就是禅定 真得休息可以正过 为什么 《冷言经》也告诉你八个字 狂性自歇 歇即菩提 中国话歇就是休息 大休息就可以正菩提 我们睡觉是假休息 身心皆空 万元放下 才是真休息 深也休息 心也休息 空也休息 把空的境界都休息掉了 那才叫大休息 所谓念休息 是要你行 住 坐 卧 随时随地念念放下 我们人都在六道轮回中生生死死 如果真明了道 狂心遁歇 歇即菩提的话 真的放下 立刻不再入六道轮回 这叫做大休大息 对于学禅的人来说 这个教理上的说明 清楚透彻 解释得好极了 什么是真的放下 你以为肩膀上没有担子 衣服也脱掉 你就放下了吗 那是假的 真放下在以念之间 可以停止生死轮回 超出三界 这叫做休息 休息者心与法尔境相合时 妄念刻无俱散 与本柱大法性进 或止息之意 如律刻 疲而求气 松懈一切而助 与休息相同 什么叫休息呢 我们的心与自然法尔境界相配合 老子说的对 专气至柔 能婴而乎 你们如果能做到自己的心 真像生下才一百天内的奶丸一样 此心活活泼泼的 没得妄念就是休息了 一个奶丸 你逗逗她 她也会笑 你说 那笑有意义吗 那你才见鬼 没有意义吗 有意义 她就喜欢笑 笑过了没事 她要哭就哭了 哭也没事 心与法尔境相合的时候 刻成烦恼的妄念 无所畏惧 无所畏散 刚才说的奶丸 你打她一个耳光 妈妈就哭 你逗她一下 她又笑 她的妄念 无所畏惧 也无所畏散 法尔如斯 我们凡夫越长大越不懂 笑了以后不笑了 心想 我刚才为什么对她笑 糟糕 她该不会说我精神病吧 一大堆刻成烦恼 与妄念就来了 这个就是人长大了 大人一毛钱都不值 而且大人变老人更可怕 所以人永远保持同心就是道 天真未拙 破了就完了 所以我们一般人 如果能够成到 实无天理 因为心里头的道理太多了 讲难听一点是 脏的心思太多了 真的我不是骂人 我讲了老实话 认为我在骂人 不是你疯了就是我疯了 所以心与法尔静相合 这个时候才是休息 妄念是刻产烦恼 无所畏惧散 与本著大法姓静 我们本来有的性子 就是这个样子的 是本著的 这个时候无名静 所以心经上告诉你 无无名 亦无无名静 乃至无老死 亦无老死尽 十二因缘一路讲完了 你以为无名断了 才能成佛吗 错了 亦无无名尽 无始无终 你能这样懂了 悟了 就能得到 真正大休息的道理 这个时候 如履客 疲而求止气 松懈以气而住 与休息相同 他这个境界 等于我们在外面 奔波了几十年 做官做生意 忙忙碌碌 搞了半天 好无聊 这样子的旅客 人生过了几十年的 就晓得 无物可离虚可外 有人能误卫生前 就像旅客皮儿求止气一样 算了 回来睡大觉吧 这一下 什么都不管 佛意不修了 做也不打了 一切松懈 打呼睡觉去了 你有本事 睡得发了胖 算你本事大 我封你一个佛号 叫胖胖佛 你们现在学佛 打坐修道 在那里紧张的要死 都在那里求佛 求一个境界 不能松懈一切 真能一切放下 这个境界 就是与休息相同 你想 一个人如果这样 休息下去 纵使身上有百病 也会好的 真的 这样休息下来 年纪大了的 一定返老还童 你为什么做了 很久的功夫 但没有效果呢 我说的你不信 我只好找古代祖师爷 说的该信了吧 我现在活着不是祖师爷 我死了就是祖师爷了 将来的人把我的书拿出来 也坐在这里 讲给大家听 嘿 总有那么一天哦 说不定那天 我自己来讲自己的 也告诉他们 这位男先生 这么样的了不起啊 你们要注意 会有这样一天的 轮回中间 就是有那么怪的 所谓清静休息 就包括般若实性 明心见性 是见本体那个本性 见了本性 大修大西 一切放下就成道 所谓成道 空 这是法尔自然如此 其实 法尔就是自然 自然就是法尔 印度有一种外道 叫做自然外道 因此 中国也有些人 把老子的自然 套进印度的自然外道里 真是盖大屁股 老子之前 并没有自然这个名称 老子写了自然 后来的人 采借用这个名词 把翻译外来的科学名词 称为自然科学 把印度的外道 套用自然叫做自然外道 老子的自然 意思是 自己本身当然如此 所以叫做自然 道法自然 道的本身 是当然如此 所以道法是自 是然 法尔如斯 那么佛法翻译 为什么不用老子的自然呢 如果一用了自然 大家会说 佛法套用道家 再不然 又和那个自然外道 混淆不清了 因此又想办法变花样 产生一个名词叫法尔 法尔怎么解释呢 如果有人解释得出法尔的话 我决定叫他为太老师 叫老师都不够 因为法尔 无法解释 就是这个样子 就像爬二十层的楼梯 一爬到了 坐在那里 哎呀我的妈呀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那岂不是法尔 你说怎么解释 自然这样 加任何名词都不对 所以叫清静也好 叫休息也好 叫圆满也好 这里头有三个意义 实性 休息 法尔 完全放下了 自然放下 我们学禅定 叫你放下 你却拼命去求一个放下 你不是活该在那里忙吗 讲到这里 前天夜里我读了一首古诗 每一句都好 中间有两句话 可以用来注解我们现在讲到的 实性 休息 法尔 如果我不晓得这个是文人的话 看了诗 几乎认为 他是大车大物的道人了 所以说 文字般若 也是大功德 故事是说 有一个修道的人 买了一只小船 一辈子就在小船上 划来划去 云游天下 三十年没有上岸 大家想想 他在船上怎么修定 他打不打坐 打坐的话 一定要摇摇摆摆的坐 怎么能得定啊 可是他照样得定 你以为 一定要躲到山林里 才叫做修道吗 你们打坐 坐在平地坐得住 坐在船上坐不住 定不了 你们那叫入定吗 还是叫入腿 注意啊 你们天天在入腿啊 哪里是在入定 入定是无往而不定 这个人天天在船上 所以一般人很佩服他 有一个有名的文人 为他做一首诗 中间有两句 真是好极了 无物可离虚可外 有人能物 未生前 你四大肉身是须壳 无所谓内外 所以也无物可离 但却能物未生前的一切 好啊 好对子 我的布施跟你们不同哦 看到一点好诗 恨不得告诉所有的人 而且 把这好句子 恨不得硬塞到每个人的脑子里 要他记住 哪里像你们 懂一点东西 深怕人家晓得了 如果问你还说不知道 那是千令法的布施 所以智慧不会大 我这样说可不是自我宣传啊 人必须钱财无私 智慧无私 才是大布施 文人这个嘴巴 加上他这个头脑 真厉害 所以般若里头的文字般若 是天机灵感出来的东西 不是从妄念生出来的 那完全是自然出来的 是法尔如斯 实性与法尔 乃句特别之休息也 这个话对了 经典上说 狂心顿歇 歇即不提 不能说我要睡觉了 那也是狂心顿歇 对不对 他说 特别之休息 是真正的休息 就是强调这个休息 虽然拿休息来形容 并不是普通睡眠之休息 必须真正放下 如禅宗明星见性 以后 真正大歇大歇才是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期待大家在视频下方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